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的是 使用這個 Node NCU8266 ESP8266 我用的是V3 它的驅動程式是CH345 首先我們 這五個標頭檔 這五個標頭檔 接下來呢 這個Define的地方呢 就是 本來我們的reserve 使用4 我們在使用Node NCU8 只有使用4號 這個地方 一定要改成V325 V3256 好 那麼接下來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 Wi-Fi的 ID啊 有Wi-Fi的密碼 這裡我先不打進去 另外呢 這個Time zone的地方呢 我們在台灣也要用8層 3層 好 這個Time zone要採一下 我們台灣是 這個 DST加8 這個跟大陸的時間差不多 好 DST咧 這是未常的事情 很重要 我們Shit up的部分咧 這裡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一個OL1的板子 是3G 他或者有的板子它是3G 那接下來就是他的這個OL1的板子 就是他的這個OL1的板子 一開始我們是宣告 讓你把這個Bisplay的部分咧 清除掉 然後再補教出來 那氣力的筋勒在第1、2、2、1 板子的部分 你把這個? 他已經用了 我再補充了 我再補充了 185MHz Polish size 選3M SPI 是 SPA 我再補充了 我再補充了 是 我再補充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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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,我們就是用我們的外販去搜尋這個網站 下載實踐 下載實踐 當然這個網站也可以用別的網站 好,那我們現在來把它打開 我們現在來開啟 我們這個OLED咧 它這裡有四條線 第一條就是正極 那麼再來負極 那這個是SCK 這個是STA 那SCK呢,我們就把它接到D1 V3這個板子的D1 這個呢,我們就把它接到D2 好,那這個就是剛剛Upload以後呢 我們看到現在有個時間是9點47分 9點48分 那麼跟我們 系統上的時間是一樣的 9點48分21秒 好,26秒,差不多 看那邊是29秒 好,一樣,時間差不多 好,那這個大概就是簡單的示範 好,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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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這個 感谢观看